現場民眾驚聲尖叫 緊急地傳出連續槍響 川普支持者在慌亂中逃竄 槍手大拉拉在屋頂上架槍 瞄準方向就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時間回到開槍前幾分鐘 當時川普還在造勢台上 慷慨激昂演說 不過周圍群眾早發現不對勁 當地晚間6點04分 川普站上蔣台7分鐘後 有人朝看台開槍 三秒後狙擊手立刻擊斃嫌犯 命在旦夕 川普不忘喊著讓我先穿鞋 這起槍擊案後挺川普和挺拜登 兩邊都出現陰謀論 拜登支持者質疑川普自導自演 川粉則認為特勤人員有問題 因為槍手所在位置正好是舞台的制高點 特勤隊居然沒有事先進空 還讓嫌犯拿長槍埋伏 目前FBI初步認定嫌犯是孤狼犯案 屬於潛在國內恐怖行動 定調為暗殺為罪 不過嫌犯目前沒有策劃其他攻擊 這次暗殺動機正在深入調查 川普遇次當下高舉右手握拳 嘴裡喊著戰鬥 這張照片成為歷史畫面 隔天立刻登上時代雜誌封面 拍下這張照片的美聯社資深攝影師 接受CN訪問 說他能夠捕捉到這個重大時刻 全靠直覺反應 還有一名在現場的華盛頓觀察家報女記者 原本要在肇事後與川普進行專訪 沒想到川普遭槍擊後主動打給他 使他成為第一位訪到川普的人 就是這麼巧在子彈發射前 川普罕見地看向右邊逃過一劫 至於為什麼做出舉起拳頭吶喊的動作 川普在專訪中這樣回答 大難不死的川普認為 這是向美國選民喊話的大好時機 根據競選團隊透露 川普在共和黨全代會的提名演說內容 已經著手全部改謝 在川普遇刺後 大陸外交部表示 習近平已經透過管道 親自向川普慰問 俄羅斯國營電視台也報導指出 川普遭暗殺未遂 讓人想起當年刺殺甘乃迪的行動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群眾大叫指著看台一方 要大家快點來救人 因為有支持群眾 遭榴彈波及受傷 川普造勢遇上暗殺 唯一不幸的罹難者 就是他在台下參加造勢的 50歲交房隊員康佩拉托爾 同事語帶哽咽不敢置信 據傳當時康佩拉托爾 和妻子女兒出席活動 混亂下他鋪倒家人 結果子彈剛好打到他的後腦勺 美國總統拜登也讚賞 他是一位英雄 不過親友不敢相信 參加造勢居然會遇上死結 同事拿出舊照 回憶起他的過往 他也是一名忠實穿粉 共和黨人當然趁著這時候 大力稱讚自家候選人 即便面對槍手企圖 暗殺川普人處變不驚 這起槍擊案 已經為這次美國大選 投下極大變數 TDP的新聞做不到 通常通規都會用到 5.56乘45的子彈 這把標準軍規的M4A1 外型跟AR15一樣 不過在美國的民用市場中 是不可連發 而這一把就是美國前總統 川普槍擊案 槍手用的半自動步槍 上機匣的話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所以通常他們會有一些 模組化的設定 美國玩家最愛 每14人就有一把 且AR15口徑小 等於跟原子筆筆肩 差不多大 因此穿透力高 但殺傷力相對小 指出川普運氣好 若投偏向另一邊 可能就鄭重眉心 有專家進一步分析 78歲的川普念過軍校 加上這些習慣 保住他一命 川普所信又有插傷 而殺手的特性 國安會前副秘書長楊永敏認為 從開箱後並未離開現場 甚至造成現場穿粉傷亡 研判是孤狼式未遂刺殺 但政治對立激化下的意外事件 台灣也有類似狀況 像是今年7月 有駕駛駕車衝撞總統府 學者呼籲朝野應該降低對立 怎麼避免朝野對立 以至於對支持者山峰點火 或許就像學者說的 該從國家元首開始做起 TVV 東京林宣 台北常常報導 前總統川普遭到暗殺攻擊之後 已經抵達威斯康熙州的密爾瓦基 要準備參加共和黨的全代會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川普在隨後前後包圍之下 走下私人飛機 儘管說畫面只拍到川普的左臉 但隱約可以看到 右邊耳朵似乎已經用 白色的紗布包起來了 不過川普看起來精神很好 甚至揮動右手 做出信心的手勢 預計在這個禮拜 他就會被正式提名為 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臉上帶著靦腆笑容 上台領取畢業證書 誰也沒想到畫面中證明 普通青年 兩年後竟然成為 暗殺川普的槍手 20歲的康克斯 康克斯住在匹茲堡郊區 距離案發的巴特勒 大約56公里遠 案發時使用的是父親半年多前 購入的槍枝 現在大批警力進駐庫克斯 住家附近全面封鎖街道 因為無論是他的車子 還是家裡都找出了爆裂物 究竟嫌犯怎麼拿走槍枝 嫌犯父親對CNN表示 要與執法人員談過之後 才會對外發言 不過康克斯身份也被棋底 高中同學談到他 都認為他是校園裡的邊緣人 康克斯在學校時非常安靜 總是獨來獨往 常常因為穿著打扮 而被大家取笑 他會穿捕衣服 他會穿一個衣服 也會穿一個衣服 也會穿一個衣服 長期遭到同學霸凌的康克斯 其實成績良好 還是名數學自由生 同學都想像不出來 他會做出這種事 我沒想到有人會想到這個 這很瘋狂 目前知道的是 身為首投足的康克斯 是在賓州註冊有案的共和黨人 但也曾在2021年 捐了15美金 給和民主黨有關的政治團體 無論是網路還是社群 都沒有發現他偏激言論 暗殺川普的犯案動機 依舊是充滿謎團 TVBS新聞綜合報導